说起网红界的扛把子,要属罗玉凤了,他出名的时候,现在的那些妖元网红们还不知道在哪呢? 凤姐当年也是红遍大江南北,看看人家的雷人语录,智商三百年内无人能及,最喜欢的书籍是知音,不知会合读者,被网友们嘲笑好多年,现今成庆人因一系列雷人言论在网络上走红,被人称为凤姐。 凤姐现居于美国,虽然远在美国,但凤姐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在美国的生活,有时候晒美食,风景,生活起居之类的,看起来似乎有点没落和孤单,就是这么一个经常被大家嘲笑的人,将之前写的求祝福求鼓励的文章,所获得的打赏二十万元,全部捐给大梁山,偶尔也买个化妆品之类的。 凤姐晒出了香奈儿的口红和眼影盘,还有化妆包,只是凤姐不小心暴露了手指头,凤姐是干什么工作的,能把手指头弄得这么脏呢? 刚开始凤姐来到美国的时候,做的就是给美国人修脚做美甲的工作,后来她发布了一条微博,如果是真的的话,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,也有人说她是炒作, 但是对于捐款这件事情来说,这样的炒作,我希望想炒作的人都来多做几次。